原标题 越南军队拥有120多万兵力 为何要进攻自己的西部联国 1978年 越南开始了军事改革 才完成了这一轮的军事改革之后 越南军队的总兵力 稳定到了120多万 陆军下辖50多个步兵师 其实的30多个都是老部队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越南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1978年12月 越南出动20多万军队 占领了自己西部的两个邻国 此时 越南刚刚完成统一三年时间 越南为何要进攻自己的邻国呢 越南原本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之一 在19世纪后起 法国开始染指越南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是焦头烂额 根本就无力维持自己的中藩体系 越南最终能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占领越南以后 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先后占领了越南西边的两个邻国 为了方便统治 法国把这些地区和并未印制联邦 这个联邦的首辅在越南 请注意 这个梦后来一直困扰着越南 在二战期间 由于法国迅速战败 德国的东方盟友日本 趁机接管了越南等的 不过日本军队的统治非常残暴 因此激发了越南的反抗 越南军队就是那个时候起家的 1945年 日本战败之后 越南打算自己独立建国 而法国准备重新 确立自己在越南的统治 由于双方的谈判无法进行 越南开始了长期的战争 越南全国以山地 丘陵和丛林为主 非常适合越南军队进行游击战 法国军队的重武器却施展不开 当时援助越南的国家很多 而且力度很大 不过在这一阶段 苏联并没有援助越南 法国的国力有限 在50年代经历连续失败以后 法国逐步从越南撤军 可是 法国势力离开之后 美国又介入了越南问题 到了1962年 美国军队直接进入越南参战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 开始全力援助越南 由于苏联国力强盛 苏联很快成为了对越南南部最大的国家 长期的战争让美国也吃不消 在1972年 美国总统访问了苏联 1973年 美国军队从越南全面撤离 结果 两年以后 越南就完成了南北统议 越南军队在战争中 缴获了大量的美式先进武器 与此同时 苏联也援助了大量的武器 而且都是苏联军队的最新产品 例如AK-74小口径步枪 这是70年代中期才服役的步枪 70年代后期已经装备给了越南王牌部队 越南军队从40年代中期就开始打仗 一直打到了70年代中期 30年的战争对越南经济影响很大 但是为越南锻炼出了数量庞大 战斗经验丰富的军队 截止1975年 越南军队的总兵力达到了150多万 在1978年改革之后 才下降到了120多万 自己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 两个邻国的局势又不是太稳定 越南想恢复当年的印制联邦 1978年 越南和苏联签署了苏越友好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有军事同盟的意思 条约中规定 如果越南遭到第三国进攻 苏联会全面介入 在自己拥有各种优势的情况下 1978年12月 越南出动20多万军队 占领了自己西部的两个邻国 由于这次军事行动 打破了地区的力量均衡 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